世界日新,有报天天读 大家好,我是宋忠平 今天我读报 国际聚焦,我们关注台海 我们关注台海 温度是越来越高 因为佩罗西串访中国的台湾省是个大概率世界 我们来看相关的消息 来看文贵报就指出 外交部就警告 如果佩罗西串访台湾 必然采取有利的措施 进行反制 那么有记者就问赵立坚 究竟怎么反制 赵立坚就指出拭目以待 绝不可能坐视不管 另外我们知道南海 今期五天联合军事演练 为什么是五天 为什么是多海域 五天的话就是覆盖佩罗西 可能串访台湾的全部时间 前前后后都要覆盖 另外是多个海域的话就表明 如果中美之间爆发了军事冲突 不仅仅是在台海 将会是在各个海域 所以需要做好的是全面军事斗争准备 另外我们知道的话 就是佩罗西 有可能是今天晚上十点二十分 抵达台湾的松山机场 如果真是落地的话 这个挑衅程度就是非常之严重 那么作为解放军将会采取严厉的措施 来进行反制 包括你看星岛日报 这也是我在接受相关媒体的采访时候 就指出 解放军在这个问题上 绝不会坐视不管 究竟怎么来管 事前事中事后 各有各管的办法 我们看另外的消息 文汇报里面就有一篇文章 中国现在已经形成了双航母战斗编队 也就是我们的辽宁舰 加上山东舰 未来两个航母战斗群同框演练将会越来越多 一加一永远是大于二 再来看这个消息来自于东部战区相关的视频 里面就指出严阵以待 听令而战 也就是做好军事斗争的准备 在整个小片子里面 其实大家也看到了 作为解放军的战机 一个呢 比如辽机负责来掩护 掌机负责来做趋力的工作 也就是做好了对佩洛西专机的驱离的相关工作 另外呢 也需要考虑美军的战机将会提供护航 这样的话 存在擦枪走火的可能 世界日报的消息 佩洛西亚洲之行牵动美中军事动态 我们不得不说一点的话 美国现在是持续加大对中国的挑衅力度 一方面的话 在欧洲对俄罗斯进行无端的挑衅 现在又跑到亚太地区对中国进行挑衅 美国是唯恐天下不乱 美国要同时挑战两个世界大国军事强国 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完完全全是力不从心 但是美国还要一意孤行的去挑衅下去 明报的消息 美国多艘航母战斗群靠近台湾地区 这里面其实是一个航母战斗群 还有两个两栖打击群 一个是美国号的两栖攻击舰 还有一个是迪里波里号的两栖攻击舰 现在都在琉球群岛的外海待命 这就表明美国现在有三个打击群 在相关的区域处在站位的状态 所以中美之间都在各自排兵布阵 来看一看 里根号现在是现身巴士海峡以东 在哪呢 在三把海峡东侧菲律宾海一侧 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战位 什么叫战位 距离中国大陆相对来说比较远 处在一种安全的状态 如果佩洛西的专机从克拉克空军基地起飞的话 在这儿美军派遣战机 可以实施半飞的工作 所以放在这个位置的话 其实美军有其自有的道理 包括你看台湾的媒体 中国时报就指出 如果要是中美之间出现了问题的话 你看有些人是不自量力 也就是台军说 我来守台海 美国和日本负责在西太平洋和解放军来对抗 其实台军的军事能力是不足为据 关键就是美国和日本如果介入的话 确实存在比较大的麻烦 但是作为解放军来讲的话 也是不敢在有些问题上 能够采取自己的主动 来针对美日所带来的挑衅 那么尽管有些人说 解放军三十多年未战还能不能打赢战争 一定可以打赢 因为我们现在具备的是天时地利人和 而且狭路相逢勇者胜 这就是亮剑的精神 在抗美援朝的时候 我们知道当时我们的是气多刚少 现在我们是气也多刚也多 必然能够打赢一场正义的战争 美国之音的消息里面就指出 布林肯就说 中国如果因为佩洛西访台而制造危机 将会负完全的责任 这就叫贼喊捉贼啊 明明白白是美国一方来 来否认一中原则 来否认三个联合公报 结果美国现在是不断地对中国进行抹黑和指责 包括你看现在白宫也表态支持 说如果要是佩洛西访台的话 他们也会支持 而且说不会被中国的言论吓到 所以美国现在是加大和中国之间的对抗的力度 包括我们来看白宫就说 佩洛西有权决定是否来访问台湾地区 窜访台湾问题 所以从美国的白宫也好 国会也好 其实在很多问题上的话 他们的立场和共识是一致的 也就是在美国国内 反华的基本盘是比较大的 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讲的话 也是最大的一个威胁 那么是不是解放军将会采取军事行动 将会看美国究竟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来进行相关的反制 卫星网的消息 有媒体就指出 佩洛西串访台湾 可能紧急选于在台湾的机场 京庭 什么叫京庭 就算是京庭的话 如果有一些政治活动的话 这本身就是挑衅 只要这个飞机落地松山机场 这就是挑衅的行为 就是在抹杀一中基本的原则 佩洛西专机怎么样飞入台湾 那么有人就指出 中美之间都在进行排兵布阵 确实这里面存在比较大的危机 佩洛西访台将会对中美关系带来哪些冲击 将会让中美关系出现严重的倒退 甚至不排除发生擦枪走火的可能 所以美国应该管控危机 不要再制造更多的麻烦 中美之间合则两利 斗则两伤 这是一个基本的现实 再来看一看 还是说的是佩洛西 佩洛西一定要去窜访台湾 导致中美的紧张关系是急剧的升温 这里面我们能看得出来 华盛顿政府现在就是在踩几个雷区 一方面的话就是中国 把台湾问题视为重大的利益关切 另外就是作为美国来讲的话 执意要拿中国的重大核心利益关切来挑衅 要全面的来遏制中国 所以中美之间的关系 怎么可能会好得了 再来看 你看有媒体就指出 这个时候 中国才做出最大的报复 什么意思 就是解放军可能有三个目标 这三个目标就是我刚才所提到的 事前事中事后 都有可能对美国以及对台湾当局 采取各种各样的反制措施 让美国以及台湾当局认识到挑衅 最后呢 只可能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我们下面需要的是拭目以待 今天晚上台海不太平 再来看一看李显龙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很着急啊 他就说中美之间要建立的是稳定的关系 李显龙在见佩洛西的时候也在强调这个问题 什么意思 也就是从新加坡的角度来讲的话 作为一个最大转口贸易的国家 他不希望中美之间爆发军事冲突 他会很尴尬 他会夹在中美之间很麻烦 因为新加坡和美国之间是有军事同盟条约 如果一旦中美之间开战的话 新加坡将会很难以取舍 到底是帮助美国还是不帮助美国 作为新加坡来讲的话 是希望中美之间保持的是和平 再来看这个消息 那么现在印度媒体也在呼吁 中美之间要冷静冷静再冷静 毕竟俄乌军事冲突到现在还没有解决 如果中美之间再发生对抗的话 全球的经济将会出现重大的危机 包括你看欧洲 欧洲各个国家也在紧盯 现在欧洲的火药桶已经爆了 那么亚太地区的火药桶是不是也会爆 所以现在世界各国都是紧绷着神经 担心中美之间可能会存在冲突 这是来自于中国时报的消息 我们把目光再转向俄乌之间的军事冲突 现在美国的三大粮商 在乌克兰是大发战争财 美国的军火商发的是军火财 美国的粮商发的是关于粮食的战争财 为什么 不断地把粮食囤积 然后卖个高价 这就是美国 美国在叙利亚不断地是偷油偷粮 偷菜 现在跑的乌克兰又在不断地去发战争财 把粮食 把所有的东西都作为自己奇货可居的东西 来不断地让自己的国库更加的充盈 包括我们要明白一点的话 就是乌克兰的首收运粮船已经成功离开了奥德萨 但是有一点的话 就是现在在黑海的水雷还在四处的飘荡 甚至危及到了其他国家的海岸线 也就是这个水雷不清除的话 将会迟早变成一个祸害 那么将会对其他国家的商船造成重大的影响 作为一场战争 无论是结束还是没有结束 水雷也好 地雷也好 所造成的次生灾害将是非常的严重 所以我们呼唤的是天下无战 天下太平 但我们知道天下不太平 真的是天下不太平 有些国家是唯恐天下不乱 不断地制造各种各样的麻烦 我们来看卫星网的消息 你看布林肯 信口辞华 他就说俄罗斯是违反不扩散条约的主要制造者 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俄罗斯在核不扩散问题上不断地去扩散 到底是谁在不扩散 谁在扩散 你看美国和澳大利亚签署的核潜艇转让协议 这就是明目张胆的核扩散 如果美国敢做出一的话 俄罗斯就敢做十五 俄罗斯就敢把自己的核潜艇卖给其他国家 所以在核不扩散问题上的话 美国是制造了标准 制定了标准 但美国呢 玩的是双重标准 所以这个世界才会越来越乱 再来看 你看布林肯就指控 俄罗斯利用乌克兰的核电站作为核盾牌 俄罗斯军队是在保护核电站啊 扎波罗日核电站啊 担心乌克兰军队摧毁核电站造成核灾难啊 但是呢 布林肯就是天天在信口雌黄啊 这就是意识形态化界 导致全世界出现了选边战啊 再来看一看 普京就在指出 核战争不会有赢家 核战争不会有赢家 核战争倒霉的是全人类 我们总是在说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大共识是和平 而不是战争 更不是核战争 这是来自于联合早报的相关消息 我们再来看一看能源危机啊 美国现在陷入到了50年来最严重的能源危机 有些朋友说清洁能源 清洁能源现在靠不住 还有些朋友说美国的液炎油 液炎气 美国的液炎油 液炎气价格都非常的高 你像美国的液炎油 它的最低的价格在42美元 你觉得这样的液炎油 液炎气的话 能够支撑美国的经济发展吗 它所带来的也是严重的通胀问题啊 再来看一看 俄罗斯呢 现在就说 我根本没有能力维修北溪一号 为什么 因为我这里面缺这个少那个 怎么办呢 北溪二号是好的 你们想用的话 我现在就开通北溪二号 其实普京现在也是在声东击西 把能源问题政治化 既然你们要和我打能源战争的话 咱们就打能源战争 看最后谁笑到最后 谁哭到最后啊 包括你看西方现在不得不放松 对俄罗斯石油贸易的限制 之前说的挺好听 要制裁 而且说凡是 油轮拉的我们制裁 油管 苏重的我们不制裁 而且第三国转卖的我们不制裁 其实我们能看得出来 标准不统一 制裁完全无效 所以作为俄罗斯这个产油国 它其实是占据主动 作为消费国来制裁产油国 这本身就是一个经济学上的悖论呀 好了 国际速报我们一会儿接着聊 下面有来看旺报和相关的消息里面指出 美日韩澳加五国搞军严 针对的是谁 针对的是朝鲜 尤其要探测朝鲜的弹道导弹 现在真的是天下越来越不太平啊 真的是越来越不太平啊 再来看下面的一个消息 世界日报就指出 宁可衰退也要加息 美联储现在真的是在做一场豪赌啊 包括美国政府呢 又不敢承认经济陷入到衰退 为什么 主要就是顾及这个脸面呀 觉得丢人呐 在自己任内 哎呦 美国出现了经济衰退的话 你让拜登和民主党情何以开呀 来自于经济日报的消息 下面来看 基地组织的另外一个重要领袖 被杀掉了 所以美国现在到底是要干什么呀 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在制造各种各样的威胁 那么到底谁是最大的知恐国家 谁是最大的恐怖主义国家 其实我相信很多明眼人也都一目了然 下面再来看 美国不仅仅在外面挑衅各种各样的麻烦 而且在国内也在搞政治斗争 你看现在美国的司法部 其实美国的司法部是在拜登的受益之下 对特朗普进行调查 就是希望对特朗普定性 尤其是刑事定性之后的话 你就没有机会再参加2024年的总统大选 所以这就是美国国内的党争 现在也是搞得是如火如荼 再来看这个消息 日俄战争天皇宣战诏书的草案曝光 这个草案比最终的定稿 是更加措辞严厉的在谴责杀黄俄国 这是一个历史的消息 那么信邦我们来看一看 巴尔干半岛之前就是个火药桶 现在也不安全了 科索沃限制塞尔维亚人的入境 所以双方之间又出现了摩擦 甚至也不排除出现一些灵性的交火事件 而且背后是谁 在不断的制造问题呢 还是美国 这是来自于华盛顿邮表 旺报和卫报的消息 新西兰总理将会率团访问中国 至少他们是希望和中国的外交部 加强沟通 能够尽快地到中国来访问 其实我们也是欢迎更多的西方国家 能够认识到和中国之间的合作 是互利双赢 不要戴有什么有色眼镜 更不要拿什么意识形态来化戒 否则的话对大家来讲是双输 那么信邦的消息 你看澳大利亚媒体不断地在说 说中国人用金元的方式来帮助索罗门总理 其实完全是在抹黑 完全是在造谣 另外一方面的话又指出 你看我们收购了索罗门群岛的种植园 就是要用于军事用途 我觉得有些西方媒体啊 造谣也要动动脑子 有些谣言可以造 有些谣言是不能造的 一点点的根据 一点点的基本常识都没有 你觉得造这种谣 别人会信吗 谣言止于智者 但是我们知道 这个世界智者并不是很多 有些人就是三人成虎啊 战比亚债务重组 透露中国为低收入国家减债的意愿 我们也希望帮助发展中国家 来保持其经济的发展啊 全球出生率最低的韩国面临死胡同 之前有一个国际机构预测 说这个世界最先消失的国家 就是低人口增长率的国家 谁说的就是韩国 所以韩国现在通过各种各样的补贴方式 鼓励大家生孩子 但是生孩子必须得有生孩子的条件呀 比如房子的问题 教育的问题 养老的问题 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不解决这些问题的话 谁来生孩子呀 广告之后继续读报 我们来关注中国经济 世界经济现在不景气 尤其是美国的经济 有可能会陷入到衰落期 那么中国的经济 现在压力也是非常大 我们来看相关的消息 旺报的消息就指出 现在中国的消费能力 在不断的紧缩 那么在华的外资 信心也就不足 将会降低 那么中国的消费能力 堪比美国 那么未来一定会超过美国 但是这个消费能力 关键在于购买力有多强 所以如果再出现一些波折的话 这个购买力下降的话 作为国内的消费 以及国外的消费 包括外资对中国的信心 都会存在一定的压力 包括你像工业里面的 制造业指数PMI 已经降至了50.4 比预期要弱一些 另外一方面的话 就是不仅仅有这些工业方面的衰退 包括民生消费领域的这种降低 还有呢就是洪浪灾害 这个也是一个天灾 包括在7月份相对来说 警报已经解除 但是8月份的话 还是存在风险 也就是作为一个国家的管控 天灾人祸 都必须要把它管理好 才能够维持这个国家的长治久安 这个是非常关键一天 我们来看下面的消息 来自于经济日报的消息 股市的涨跌是规律 中间中国证监会就指出 不能够花钱买指数 股市究竟是什么 大家要明白 我们总是在说炒股炒股 股市真是炒出来的吗 不是 股市是实体经济的一个晴雨表 实体经济好的话 股市自然就好 哪怕就算一时半会儿 把股市炒上去的 但是如果没有实体经济的支撑的话 股市还会下来 所以关键关键在于 实业新邦 这是最关键 最核心的问题 包括你看现在 中国大陆就鼓励到香港去上市 就是要把香港打造成 是在亚洲 甚至是全球的金融中心 就算在美国 在伦敦 这些金融市场出现了问题 我们也需要守住 自己的金融市场 也就是香港 作为一个重要的金融中心 这个位置不能变 需要提高 IFD中文网的消息就是 阿里巴巴就说 将会努力保持在 纽约的上市地位 但是这里面我们要明白 不排除美国相关机构 来做出相应的刁难 那么美国现在在 审计问题上的话 要求是在美审计 而不承认中国在 内地进行的审计工作 双方尽管在谈 但是这种谈成 共识的可能性 也并不大 也就是美国还会固执几件 那么美国 对在美上市的 中国公司不信任 很难消除 这就是我刚才所提到的 这种不信任 它不是一个股市的问题 它也不是某个公司的问题 它是美国把意识形态 已经国家化 市场化 这个是带来最麻烦 也是最大的问题 再来看一看香港 香港现在也陷入到了 技术性衰退 希望下半年能够好转 你看 第二季的GDP收缩 1.4 也是远逊预期 这里面其实一个 很关键的问题 就是香港一直和内地和外界 并没有通关 香港是一个内外勾连的城市 那么作为这样一个重要的 桥头堡的城市 超级联系人 如果内外都不沟通的话 香港作为一个转口贸易 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 作为一个资本 常在地 很难发挥其应有的优势 所以对疫情的管控 尽快的通关 内外的通关 至关重要 信报的消息 来看一看 李家超就指出 要克服国际制裁 带来的隐忧 所以将会带队 来参加在年底的APAC 实际上我们要知道 现在香港确实也不容易 面对西方国家的 无理的制裁 也需要杀出一条血路 这个也是至关重要 好了 《中华速报》 我们一会儿接着聊 下面我们来看 明报和经济日报 也在说中国的人口问题 中国卫健委就指出 14.5的人口将会出现负增长 少子老龄化将会成为常态 人口的红利消失 有碍经济的发展 有些朋友说 我们有14亿人口 怎么会有人口红利的消失呢 人口红利是指的轻壮年人口 而不是指的老年人口 轻壮年人口 恰恰是人口的最大红利 印度在这方面是有其优势 印度的人口红利 现在是处在当年的这种状态 包括你像卫健委就指出 妇女的生育意愿是非常低 所以才会出现人口的负增长 其实我觉得作为中国来讲的话 也需要解决一个高房价问题 另外呢 希望让每个家庭都能够在养老 医疗以及其他方方面面 都能够没有后顾之有 这样的话 大家才会生二胎 生三胎 我觉得这个是至关重要啊 所以政府也需要在这些问题上 要加大扶持的力度啊 再来看下面的消息 来自于美国之一 美国考虑限制向中国出口 存储芯片制造业 而且美中之间的半导体行业 竞争在加剧 美国现在要限制 这个制程14纳米以下 不向中国进行出口 而且我们要明白一点的话 就是中国现在掀起了芯片反腐的风暴 这个话怎么来理解 搞半导体芯片 不是哪个行业半路出家就能干的 不要认为自己有钱就能够干 这个东西必须的是后继勃发 所以千万不要把自己的资本资金拿去去收购某个东西 结果就想急功近利的去出成果出钱 对不起 半导体芯片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见到成效 必须要长期的投入 这才行啊 我们来看下面那个消息 C919完成取证是非 什么时候能做上它 如果快的话 今年就能够做上 首批就是在东航 希望大家有机会做上我们的C919 但是C919要想卖到欧洲也好 美国也好 很难 因为这些国家出于政治原因 不会给中国施行政的 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 现在这个意识形态化解是越来越厉害了 文汇报的消息 无人车管理的条例在深圳首行 无人驾驶不是一个技术问题 它是个社会问题 所以管理的条例必须跟上 塔利班严厉打击贩毒吸毒 走进阿富汗的隐君子 塔利班现在承诺要扫毒 作为老百姓来讲的话 真的不容易啊